柯文哲就是自信過度 他嚴重欠缺法律常識 可是他總是以為他自己最厲害 所以經常會鬧這種笑話 可是黃國昌不一樣 畢竟還是個法學博士嘛 他知道這東西高下去會出事啊 因為他這東西高下去之後 如果林冠年說 我有消息來源 而且我的消息來源不怕曝光 如果拿出錄音帶誣告 到了法院上 這個消息來源還講更多 那黃國昌不就更難看 因為說實在的 黃國昌他 之前小力源心信有分析過他嘛 所到之處都會引起嚴重摩擦 對不對 人家日本人講得很含蓄啦 鬥性太強 走到哪裡 鬥到哪裡 而且是不分黨內外 完全沒有群信 毒夫 你知道之前這個 在太陽花十年前嘛 他看起來是異常內領袖對不對 實際上在外面私下跟蕭旭成密會嘛 對不對 有沒有在背後做些操作 肯定有啊 你怎麼都不告訴大家你自己跑去見馬英九的人呢 還要媒體踢爆之後 一開始還不想承認 後來證據爆出來才做確實有這件事 但是你們怎麼可以講出來還怪馬英九方消息 大家還記得嗎 他的個性十年前就認識他的人我們都看得很清楚啦 就是私底下有很多鋪排很多操作 他是不會浮上檯面 但他牢牢掌控 時代力量裡面不也是這樣子嗎 一開始當黨主席啊對不對 後來看黨內有些人啊 他這個政治路線有意見對不對 用逗的方式讓這些人陸陸續續 你們選擇離開 對不對 選擇離開不夠哦 他還要把那貼標籤說你們這些都小綠哦 都是因為你們這些小綠 所以才妨礙他在時代力量的這個宏圖大業對不對 後來時代力量完全給他掌控之後他怎麼樣 他也不當黨主席 他變成實質黨主席 總是找一些這個需要他支持的人 來這個當檯面上 他自己當檯面下 那後來不是被人家爆出來嗎 私下在那邊講說 如果沒有我的配票單啊 你們也不能怎樣 就是這種個性 你覺得他到民眾黨會改嗎 做一套做一套 不會改啦 所以現在他確實就是林冠年可能講的是對 關於民眾黨的各種談資實在是非常的多啦 尤其是因為戰狼小姐姐夫妻黨呢 他們就提供了很多的線索 包括一個線索是什麼 他們為了要澄清說 柯文哲哪有什麼話 100萬要買媒體啊 沒有這回事啊 但他的說法是說 因為呢當時啊 這個老闆很創新啊 說想要弄一個自媒體整合APP 跟柯文哲有討論 有這樣的一個企劃 可是呢錢還沒開出去啦 那結果林冠年就講說 這些吹噪者不要再丟東西給我了 有得要睡的了 他說呢戰狼小姐夫 他證實說柯文哲要花錢搞媒體 要弄一個什麼KPTV APP 然後吹噪者表示說呢 柯文哲想要引入其中一位金主 是有港資的背景 那其他這個投資者就覺得不太妥 所以沒有執行啊 港資的背景這有什麼問題嗎 朗東 當然啊你像如果在這個時候提到港資 例如說像是中平社 其實大家都知道背後都是為中共喉舌的 所以這港資是不是就是直接來自於 中共的這個資金 這其實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們一開始以為是說 哇 柯文哲他要自掏的 也不能說自掏腰包啦 因為民眾黨的錢等於他的錢嘛 所以他也算是要掏出民眾黨的100萬 去投資這個媒體 也想說怎麼會有這種奇怪的這個事情 現在一聽起來這個錢感覺好像 也不完全是他出的 為什麼因為林冠年呢 他是說呢 柯要引入金主嘛 然後引入金主有港資的這個背景之後呢 其他的投資人覺得不妥才作罷 這個是林冠年的原文哦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他要弄這KPTV APP 原本要找了很多人出錢 其中一個重要出錢的人 會讓其他的投資人感到害怕 紛紛撤資 所以這件事情才告吹 也就是說錢並不是來自於民眾黨本身 而是來自於幾個金主要去幫的民眾黨 去弄了一個APP 你知道弄一個APP的話 其實光是100萬一下就燒完了啦 你光最基本的這些功能 弄一弄的話那個版型條一條的話 100萬很快的就用就不夠用 那也就是說呢 這個錢很可能就不是來自於說 民眾黨自己出哦 而是來自說呢 柯文哲出了一個名 背後有人要去幫他弄一個媒體在這邊 所以問題嚴重性在這邊 現在是連中國國台辦啊等等的 都一直在幫柯文哲講話 這非常奇怪 台灣的司法到底關中國什麼事 為什麼會有一些媒體跟官方的一個說法 之前中國國台辦還跳出來幫幫講說 柯文哲這個案子啊是什麼 賴清德政府什麼 呃綠色恐怖啊等等的 哦我這樣辦案啊 結果他在說這個是政治打壓 對那為什麼會這樣 那我覺得很明確的一件事情 就是對中國人還知道 柯文哲如果政治生命完了 受損最大的 或者接下來國民黨的一些特別要選 縣市長還有總統候選人 因為國民黨他青年票拿不到嘛 民調上長期來看的話 他青年制度就不夠高 可是呢這個民眾黨 白色這個力量 年輕票的這個比例 又比民進黨高 所以以年輕票的排列來講 就是藍小於綠小於白是這樣 那因此說如果這個藍營 他可以藉由這所謂的這個 批上第三勢力外殼的這個民眾黨 就有機會影響到一些 青年的這個選票 這件事情中國也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他要Hold住柯文哲這個身世 不要讓他徹底的這個垮掉 要一直拿這個題材去打說 這個就是民進黨司法不公還幹嘛 用這個方式去穩住這個青年票 以至於在後面這個選舉當中 才有機會讓民眾黨在擋在前面 去攻擊這個綠營 藉由這個方式的話 去衝擊到整個綠營的這個青年選票 所以我覺得這是為什麼 背後有忠誌的原因 因為對中國來講 柯文哲就不要再出來選總統 可是你一定要出來亂 一定要出來罵賴慶德 從現在一直罵到四年後的這個選舉 用這個方式的話 才能讓中國這個利益極大化 這因此你才能合理解釋說 為什麼會有來自於中國香港的這個資金 要去投資柯文哲 然後以及為什麼中國國台辦 跟相關的這些中國媒體 現在開始要這麼積極的去幫民眾黨講話 而且還有一個有趣的事情是說 很多藍營人士 除了鍾小平這種正義之事之外 現在紛紛都不講話 除了立院之內要去做藍白河之外 另外重要因此就是中國應該已經下了指導期 叫大家在這個事情上面 不要把柯文哲打死 因為柯文哲必須要維持在將近有10% 這樣的一個吸票能力 才有辦法去牽制跟影響到這個賴慶德 林萬年說他實在是收到太多 各路的吹哨者的消息 可是他覺得很詭異是奇怪了 為什麼那麼多訊息學變般飛來 會不會是因為民眾黨裡面的內鬥啊 比方會不會是黃國昌給的資料啊 或者是陳志涵給的資料 他合理的推論跟懷疑喔 那這個問題呢就問到了黃國昌啦 那黃國昌今天回答什麼呢 他說喔 林冠年如果敢這樣講的話 就講清楚 我黃國昌從來不幹這種事 就這麼四平八穩沒有咆哮沒有張力 就這樣結束了 那我心裡面在想說 可是民眾黨不是最愛告人了嗎 中小平被告幾樣對不對 中小平也是合理推論合理假設啊 說如果要收到金華城的匯款 多少錢才合理嘛 你有一個推論嘛 而且不信檢查官吳宜軒說去自訴 對所以告了中小平 然後呢之前呢因為假帳的問題 去告了端木正 然後這個洪建議不是說 有那個蔡姐的那一封信嗎 朱雅虎寫給蔡姐那封信 蔡平說這也要告 不過目前為止洪建議說 沒有下文啊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那所以我想請教 為什麼黃國昌的回答 這麼樣的溫柔 黃國昌畢竟還是學法律的啦 那柯文哲呢 他是不懂的數頁有專攻 所以柯文哲經常覺得自己最厲害 那看到人家講不高興的事情 他說這個要告又告 告到最後都他輸嘛 像我們在場就有一位卓冠婷對不對 當初這個柯文哲不是也告冠婷嗎 做一個勝利的表情 我補一句報個料 他放棄上訴了 你知道為什麼他不能再上訴嗎 因為冠婷的這個案子 最後意外扯出舉止 對對不對 對然後柯文哲沒想到後面舉止是會被他扛啊 那他怎麼上訴 再上訴難道還要請舉止的話 那你作證嗎 還不來 對所以他就不能上訴嘛 總管你可以領一百萬 我跟你講柯文哲就是自信過度 他嚴重欠缺法律常識 可是他總是以為他自己最厲害 所以經常會鬧這種笑話 可是黃國昌不一樣 畢竟還是個法學博士嘛 他知道這東西告下去會出事啊 因為他這東西告下去之後 如果林冠年說我有消息來源 而且我的消息來源不怕曝光 如果拿出錄音帶誣告 到了法院上這個消息來源還講更多 那黃國昌我們就更難看了 對 因為說實在的黃國昌他 之前小力元心信有分析過他嘛 所到之處都會引起嚴重摩擦 對不對 人家日本人講的很含蓄啦 鬥性太強 走到哪裡鬥到哪裡 而且是不分黨內外 完全沒有群信 獨夫 你知道之前這個 在太陽花十年前嘛 他看起來是異常內領袖對不對 實際上在外面私下跟蕭旭成密會嘛 對 對不對 有沒有在背後做些操作 肯定有啊 你怎麼都不告訴大家 你自己跑去見馬英九的人呢 還要媒體踢爆之後 一開始還不想承認 後來證據爆出來才做 確實有這件事 但是你們怎麼可以講出來 還怪馬英九放消息嗎 大家還記得嗎 他的個性十年前就認識他的人 我們都看得很清楚啦 就是私底下有很多鋪排 很多操作 他是不會浮上檯面 但他牢牢掌控 實在力量裡面不也是這樣子嗎 一開始當黨主席啊對不對 後來看黨內有些人啊 他這個政治路線有意見 對不對 用逗的方式讓這些人 陸陸續續 你們選擇離開 對不對 選擇離開也不夠喔 他還要把那貼標籤說 你們這些都小綠喔 都是因為你們這些小綠 所以才妨礙他在時代力量的這個 宏圖大業對不對 後來時代力量完全給他掌控之後 他怎麼樣 他也不當黨主席 他變成實質黨主席 總是找一些這個需要他支持的人 來這個當檯面上 他自己當檯面下 那後來不是被人家爆出來嗎 私下在那邊講說 如果沒有我的配票單啊 你們也不能怎樣 就是這種個性 你覺得他到民眾黨會改嗎 做一套做一套啦 不會改啦 所以時間關係 現在他確實就是林冠年可能講的是對